俗话说,家菜不如野菜香 当你吃腻了高脂肪的食物时 不妨有选择的吃一些新鲜野菜,欢欢口味 它会使你的食欲大增,而且有利于身体健康 那今天这期视频,我给大家介绍一种农村非常受欢迎的野菜 它的名字叫七七芽,别名刺耳菜,刺脚芽 大家来看一下,在你们那里有没有呢? 又管它叫什么名字呢? 刺耳菜是我每年都非常喜欢吃的一种野菜 它的吃法也有很多,稍后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就是农村的刺耳菜,浑身长满了小刺 小时候最讨厌它了,你敢吃吗? 这种野菜我们在采摘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因为一不小心就会被它刺到手 刺耳菜的原名叫小祭草,属于菊科,为多年生草本 精直立,叶子对生 边缘巨齿,有不等长的真刺 刺耳菜是一种优质的野菜 地下不分,长大于地上不分 有长根精,精直立 每年春天的时候,人们都很喜欢到地里挖这个野菜,回家做菜吃 在我们农村老家,这个野菜是很受人们喜爱的 你发现了吗? 刺耳菜它常常生长于田梗,地头,田野,路旁,到处都能采到 刺耳菜不仅营养价值高,味得好 而且在生活中的用途也非常的大 就比如说,我们在户外拔扫的时候,一不小心被扎到了 这个时候啊,大家不要着急,不要慌 看看你的身旁有没有一种叫做刺耳菜的植物 你可以把它采来之后啊,砸碎,然后立马浮上去 就可以帮你解决燃眉至极了 刺耳菜的这个好处,相信大多数的能民朋友都应该收益过吧 没有吃过刺耳菜的朋友,会被他的样子吓到 以为浑身上下都是刺,吃起来也会扎嘴 其实并不像大家想的那样 刺耳菜我们在幼苗的时候采摘,它的刺是比较绵软的 而且我们吃的时候也会把它放在开水里面,用水焯一下 即可拿了凉拌,清炒,做汤,做饺子馅,包子馅 或是烙饼做菜团子都可以,味道是相当的棒 希望吃野菜的朋友,大家一定要认识一下 可千万别错过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非常到死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